今天是我們來到西班牙的第四天 我們要準備參加第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呢 他是西班牙這邊的協會辦的比賽 我們今天早上11點的時候 先把我們的腳踏車牽來車隊這邊 交給車隊的後勤團隊 讓他們去做準備 然後過來的時候 也看到車隊的技師在準備比賽中 會使用到的一些器材以及補給品 這場比賽總共有大約140人參加 比賽底他們車隊有六個人 我們車隊有三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來自荷蘭的小哥 總共全場是121公里 然後總爬升快要2000公尺 城市秋林的那種繞圈賽 第一場比賽 第一場比賽 就是教練只是說 希望我們平安的完成 看一下 李扎提車隊他們的團隊合作怎麼樣 主要安全下裝為主 在西班牙的第一場比賽 盡可能就是保持在中銜半段或是騎在李扎提車隊隊員的身後 看他們如果有時候突然位置不好他們就會馬上變換位置 不會讓自己處於一個位置非常不好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也在賽事的第二圈的時候 與李扎提的三名隊員一同加入了一個私人的領先集團 然後也輪了差不多有一陣子之後 慢慢我感覺我的身體已經到了一個極限 所以我為了安全的玩賽 所以我就是先放棄回到主集團繼續跟著這樣 最後一場比賽 你已經知道工作人員在這裡 你自己在這裡 我覺得我個人的部分 我在下坡的時候偏差 因為我都是下坡的時候會有點落對 然後要再靠爬坡追回來 我要從很後面然後再往前追 追到集團前面 我就會浪費很多體力 所以我整體的數據其實是還不錯 但是比賽的名次就沒有很好 因為我浪費很多體力在追回集團這個部分 我自己對這次比賽比較滿意的東西就是 我在集團裡面的卡位 變換位置 還有下坡的技巧 跟一些省力的方面 我都做得滿好的 最後在比賽的後半段 我就跟著兩位台灣人選手 一起大集團進入總點 然後也順利的平安完成 在西班牙的第一場比賽 我們隔了 我們來渡快 留在西班牙的拍攝 從全球的攻擊 我們去看 但是在哪兒 我們可以在一起 我們可以讓我們